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唢呐演奏的口形 口形是指吹奏过程中口部的形状 也就是我们嘴唇和口腔的形状 那么在胃吹奏时 口腔要满实一点 毫无间隙 唇肌和夹肌处要松弛的一种状态 也就是嘴唇的肌肉和你两侧夹肌的肌肉要松弛一些 吹奏时唇肌以哨片为中心 不能侧着吹 或者是往这边侧 要以哨片为中心 在你的嘴唇正中间 收缩靠拢 此时口腔内呈椭圆形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演奏的时候 嘴巴里像含了一个枣壶一样凹起来 当吹气作用哨片成声时 因唇肌的收缩而形成的哨片的控制 吹奏时 应避免鼓塞 很多同学都会出现这个 吹的是鼓塞的 那么为什么不能鼓塞呢 因为鼓塞不但影响我们的形象 而且影响唇肌的控制力 长久的这样演奏的话 会导致我们的音质非常的松散 不利于音量音色的变化控制 以及多种技巧的正常发挥 好同学们 我们来看一下这首练习曲 有几点小的提示 就是演奏练习 这首练习曲的时候 需要同学们注意 低调执法中的高和低的两种控制 什么是高控制 什么是低控制呢 高控制 就是在吹奏的时候 略微加大我们的气息量 口风拎紧收紧 那么我们的低控制呢 就是吹奏音头 不宜过猛 气流呢 即含哨要比正常吹奏的平吹 气息要稍微松弛一些 要提醒同学们 由于我们啊 锁纳管堂构造的原因 由于我们的木管内堂是锥形的 所以本调统音座骚演奏的时候啊 需要进行高控制的音 为我们的第二孔 第一孔第二孔 这个音 这个音 要做高控制 需要做低控制的音呢 为我们的第六孔 发 也就是G 那么我们第二孔 假如说不做高控制的话 它是降息 老师来示范一下 这个音是要控制才能吹准的 那么我们演奏低调时候 要把它吹准 扫拉息 所以我们要做什么 做高控制 要不然就是把它吹成降息了 所以高低控制 对于我们调性是非常重要的 来 高航同学 我们来演奏一下 我们这首练习曲当中啊 你看 出现了几次啊 好几次 四次的四拍的长音 老师之前讲的气息的时候啊 你要注意 每一个长音的吸气 要根据乐矩的长短 去来调整你的呼吸 尤其在长音 你气息 如何的能平稳 不要来回忽高忽低的 对不对 来老师给你示范一下 一定要注意 你的呼吸 我们往下 这款音准有点稍微有点问题 Doremi 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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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低了 对吧 这个音准 尤其是出现了什么呀 我们刚才 为什么发不准了呢 这就是老师刚才所说的 低控制与高控制 那证明你这个 掌握的还不是特别好 对吧 Do,Re,Mi,Fa,Sol 你看 不准的音就是在发的 这是什么音啦 声发了 对吧 所以要做什么 好 演奏一次 好 往下演奏 要按照分联奏锤 对啊 往下 好 这个地方出现了 高控制没有控制上去 吹低了 C 是不是 C你要不做高控制就低了 要注意 做高控制 分联奏 再往下 不要着急 陡人弥法 骚拉C 需要高控制 按 很好 一定要注意刚才老师说的 高低控制的演奏方法 刚才有几个音不准 就是因为你没有控号 是不是 我们来再回顾一下 这节课的学习内容 一个是我们的低调的高控制 对吧 是哪个音啊 C 第二个音是什么 发 要做什么 要做低控制 声发就吹高了 要做低控制 另外 请同学们 这个练习曲练习的时候 要严格的 按照 普面上的分联奏 来进行练习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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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